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迅速赶到了现场 经过仔细勘察 在此间的垃圾箱内 共发现黑灰色塑料袋四个 内有尸体碎块十六块 整个场面惨不忍睹 经法医鉴定 被害者是一名二十多岁的女性 从其戴隐形眼镜以及手脚 牙齿的特征判断 是一名职业女性 很可能属于常住人口 究竟是什么人杀害了她 蛛丝马迹皆是真相 为使案情真相大白 首先要确定被害者的身份 为此警方即刻展开了调查 4月8日 一男子报案称 其拟友余会化名 几天前突然失踪 经过比对和报案者本人辨认 最终死者的身份确定了 根据特征 侦察员初步判断 死者为文员或银行职员 同时根据部分石块被垃圾覆盖 确定凶手曾多次从容抛尸 杀人现场距离垃圾站 往返时间不会超过10分钟 而黑色垃圾带是一种专利产品 全北京持有华谱和雾美 两家超市有售 通过对报纸上画高的招聘单位的调查 侦察员认为 家住东四五条的何永新最符合条件 而何永新目前的工作单位 恰好在朝阳门华谱超市楼上 很方便就可以买到这种垃圾袋 与此同时 查询凶手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从死者身上被发现打斗痕迹来判断 他与凶手很可能是熟人 同时从现场物证分析 包裹碎尸的塑料袋都是临时找的 显然凶手实现缺乏预谋 简而更从塑料袋的来源入手调查 确定了凶手就住在抛尸处附近 最后一份报时的在招聘广告上标有记号的报纸 也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警方通过对上百个对象的排查 终于在四月八日 急确认死者身份的同一天 将犯罪嫌疑人和永新抓获归案 杀人后倒头就睡 2002年11月 何永新与当位同事一块吃饭时 结识了同事徐某的女友余慧 末年24岁并护留手机号码 2003年4月4日下午四时序 余慧因与男友吵架后 心情不快便约和永新一起逛街散心 之后两人回到何永新在东四的住所闲聊 两人聊天中 何永新听余慧说 岂因为工作辛苦心情不好 好高无援 脾气暴躁的何永新听后心想 徐某挣的钱比自己多 余慧的工作比自己好 他们的生活条件比自己好得多 他都心情不好 而自己作为会计大专毕业生 却始终找不到适合的工作 越想越心烦的他 感觉活着就更没什么意思了 于是决定把余慧杀了 交谈中趁余慧不防 何永新突然发难 用皮带将其勒死 之后他将死者的衣服霸下 尸体放在一个塑料大鱼盆内往床下一塞 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四日醒来 何永新开始琢磨如何处理尸体 为此他特地买了两把刀 而后就在自己家里对尸体进行了织解 之后他分两次江头和四只 跑到了附近的垃圾站 而躯干部分则装进了一个黑色的旅行箱 扔到了积水潭附近 2003年4月8日 徐某报案 称女友余慧失踪 经辨认 死者正是余慧 而余慧和他自己都认识何永新 2003年4月7日 8日 何永新几次打电话来问自己有没有事 侦察员调取了何永新的指纹 发现与现场的斜指纹完全吻合 2003年4月8日晚时时许 侦察员将正在家中熟睡的合抓获 何永新痛快地交代了罪行 喜好厨艺的他 最喜欢用刀一点点的把鸡或排骨分割开 而不喜欢用刀剁 所以在处理尸体时 他也顺其自然地采用了这样的方式 室内发现大量暴力光盘 那何永新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对此直到现在 他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审讯中何永新反复表示 自己从小就有着强烈的自卑感 干什么都是失败者 毕业好几年了 也没有稳定的工作 平时他很孤僻 在其住所内 警方还发现了大量恐怖 暴力内容的光盘 难道他仅仅是为了发现 才杀害与他素无冤仇的余会吗 无论如何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他将为自己的暴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何永新当时承认 自己故意杀害于会并碎尸 但是何永新在法庭上说 被害人确实死在自己家中 但被害人是自己用皮带勒住自己 造成窒息性死亡 其死亡与自己无关 当时何永新认为 如果报警 对他的前途和名声轨造成不利影响 于是在第二天碎尸 并丢弃 何永新解释 以前承认自己故意杀人 是因为觉得自己碎尸的行为很不好 自己也不想活了 所以对公安机关编了个故事 说自己故意杀人 但是现在还是想说出事实真相 当法庭指出 根据科学和常识 如果没有任何外力 个人无法用皮带勒死自己 何永新的脸色变得苍白 将眼神转开 解释说自己也不知道 于会怎么会勒死自己 2004年4月29日 何永新在北京市中院判决后 押赴刑场 执行死刑 因为自己的自卑 因为自己觉得 活着没什么意思了 就去杀别人 最终要宣判了 竟然又害怕死亡了 这种人除了死刑 没什么好说的了 今天的讲序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订阅 感恩祝福大家